今天我们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 台湾防疫有成 零确诊继续拼下去 卫福部长陈时中确定520留任 此时阿中部长还要继续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陈时中在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表示 健保到明年就会低于1.5个月的健保支出准备金 但考量到公平机制还要配套 所以只能调一点点 而且要从健保费率下手会比较公平 设计一个安全准备金 所以在那个范围里面去精算说要调多少才能够让 这个保险能够维持有1到3个月的这个安全准备 在这种范围之内去做调整 健保费率在民国102年 因为有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从原本的5.17%调降为4.91% 民国105年再度往下调整到如今的4.69% 以现行健保费率来试算 假设涨回原先的5.17% 若以投保薪资28800元来计算 每个月会多缴42元 阿中部长的调一点点到底要涨多少 民众才会接受 合理的这个费率应该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它是怎么算的 防疫做得不错 应该是同意吧 台湾防疫暂时可以稍微喘息 但不能松懈 陈时中留任卫福部 给自己定下了这个挑战调涨健保费率的超级任务 记者黄一俊李婉婷台北报导 好吗 好吗